今天我们是在这个全新的 Toyota Rush 的发布会现场 全新的 Toyota Rush 分成两个等级 价钱从9万3千令吉去掉 这个是预计的价格 而这款新车会在 Pro Duo 位于拉旺的工厂生产 所以它获得了 EEV 的认证 这款新车的特点在于它有很多先进的安全配备 至于这些配备是什么 等等我们一一为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全新 Rush 的外观设计 它采用了一个全新的 LED 头灯珠 看起来和上一代的阳尊设计并不一样 而在尾灯方面它同样采用了这个 LED 的灯珠 看起来会感觉它是一个缩小版的 Fortuner 特别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后轮驱动车型 就和上一代一样 所以它具备一定的载重功能 而它在马来西亚市场最主要的对手就是 Honda 的 VRE 这个就是 Rush 的内装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它采用了很多的硬质塑胶 但是其实它的质感呈现不错 尤其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一个镀铬的材质 这个仿皮革缝线的白色的部分 再加上黑色的部分 看起来非常的有层次感 另外它还有这一个皮革座椅 触屏主机 所以它的配备并不阳春 在重点方面 它全车系搭载了六气囊 还有 VSC 它还有很多先进的安全配备 例如像车车盲点侦测 倒车盲点侦测 而在顶级版上你还可以看到 跟 Myvi 一样的 ASS 系统 它拥有在时速30 以下的自动刹车 撞击易径等等功能 所以以一辆家庭车来说 它的安全配备是非常丰富非常足够的 这一点和以前的 Toyota 不一样 这一个是 Rush 的后座空间表现 首先我们有一点要说到是 它有一个独立的冷气出风口 可以调整风量 而这个就是它的乘坐空间 因为它是后轮驱动的车型 所以它在中间有一个传动轴 吃掉了不少空间 而且这个座椅的坐垫偏高 所以以我的身高180 来说 我如果坐的话我已经接近 敲到头了 你可以看得到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后座的椅背 长度并不是那么足够 所以像我这样的身高的人 坐会比较辛苦 所以如果你的家人都是 身高比较高的话 你可能要考虑到的是这一点 这一个就是全新 Rush 的第300 后座空间 你可以看到其实我的头已经顶到了车顶 所以后面这一个座椅 比较适合小才一直坐 另外同样的也是因为它是后轮驱动的车型 所以这一个地板 它必须放置的比较高 因为它有一个传动轴 所以这个脚步的空间真的并不是很理解 但是作为一台 预算有限 可以拿到不错配备的家庭车 我觉得是无可挑递的 而刚才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个试驾的环节 在前面驾驶座还有副驾驶座 乘坐感表现还不错 但是在第2排和第3排 悬吊反馈道车式的震动 其实就很明显了 会一定程度影响了这个舒适感 这个是我们对全新 Toyota Rush 的初步试驾感受 虽然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体验到不多 但是我们知道这辆车有几个主要的特点 第1点就是价格 基本上和它的主要对手BRV差不多 第2点就是它的先进安全配备非常丰富 和以往Toyota给你的印象并不同 第3点就是它的舒适度 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打折扣 主要是因为它是后轮驱动的关系 未来有时间我们会为大家做一个更详细的试驾分享 请大家不要错过 请大家订阅,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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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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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